海燕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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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喔 這裡面是海燕窩 加當地的芋頭做的 它山上 山上 山上下雨的雨水 然後經過土質慢慢地地下 然後經過 一海裡面還要滴的地方 然後就湧泉出來的山泉水 海燕窩 你不要跟我問我是鹹的 還是蛋的喔 對啦 我每次講山上下來的水 大家還問我說是鹹的喔 鹹的啦 鹹的啦 這邊 山上的水啊 流下來到這邊 冒出來 然後他們的 以前農作 地下屋都沒有洗澡的地方 他們會來這個地方洗澡喔 電力公司 重點是 這邊有一個洋牛水 這個是水洋牛 對 流氣是非常地強勁 非常地強勁 你可以看外面那邊 那邊 外面那邊 白白的地方 好 然後我們看到 那邊 一邊一些 好 路邊有看到一些涼品喔 涼臺喔 我們就叫它涼品的感覺 不要像我好像講過 講花呆 就是一個不尊重的 那你們可以講花呆 那你們可以講花呆 私底下講沒有 沒有關係 不要說有當地人在那邊說 欸老闆哥 我們去那個花呆 花呆 花呆 怎樣怎樣 那各位 那個叫涼亭 涼臺 那個是我們當地的一些老人家 最早 在部落 都會有一些涼亭 涼臺 他會在那邊休息 休息的時候 他們會聊天 那我會講啊 好 我們今天去哪裡抓魚喔 用什麼方式抓魚 抓到很多魚 再這樣講 傳遞信訊的地方 或者呢 他在冥想說 要怎麼抓魚 要怎麼幹嘛 他們呢 會互相的說 欸我們今天喔 昨天去哪裡抓那個魚 或那個網子怎麼放過 我們才會抓到很多魚 那個魚要怎麼釣 我們才會釣到很多魚 傳遞信訊 婦女也會啊 婦女也會說 嘿我去山上幹嘛 怎麼種地瓜 怎麼種芋頭 我的地瓜好大喔 我的芋頭好漂亮喔 傳遞訊息 不是說什麼在上面發呆 當然啦 現在開放光光了以後 大家都在上面休息 很適合放空 很適合發呆 所以大家把它取名為發呆亭 那是後來的名稱喔 記得它叫涼亭 涼海 千萬要記得 不是發呆亭 千萬不要說 自己在講都沒有關係 有沒有看到龍的後背在那邊 好 好 在以前 蔣經國先生在這邊的時候 他看到了這個龍脈 他就說 這邊要開一個環島工 為什麼呢 燃料廠的一些隔離衣啊 他在我們的 醫療用品裡面的 醫療的鑽 他們的隔輻射衣啊 輻射頭啊 都不是這些東西 我們沒有辦法去取證 提放這些 可是我在想 我們的燃料棒東西 飛到遇到哪裡 那時候遇到哪裡 那時候遇到哪裡 送到北韓 現在知道在北韓那以前的 海底 包括自己的生態喔 我們帶你去平安 平安的地方 傳染 像M那個是個人家族的記號 人行文 人行文 勇士 郭巴 喔 郭巴 郭巴 白色 車群飛 居急避休 好棒喔 好舒服喔 12點 環島 38公 完成 然後呢 那邊遠遠的是 千千草原 這是一個 涼亭 涼亭他們交流的地方 好舒服喔 好舒服喔 好可愛喔 小豬 阿豬是第一天看到的 羊很多 阿豬是第一天看到的 餐廳 然後要吃燒烤 哇 你看彩虹 在藍雲呢 就隨時有一片雲 然後就下一陣雨 然後雲走了 雨也停了 隨時雨一穿脫 好 這邊是藍雲的小機場 你看好美喔 我們今天晚上來這邊吃燒烤 你看好漂亮 藍雲 好美的彩虹 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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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呢 錄不到任何影像 我們就聽聽看 藍雲晚上 海浪的聲音吧 好 好 看遠方的藍雲的燈塔 那個小點是燈塔喔 下面的小點是摩托車 上面的小點是燈塔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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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感谢观看